有关1到20的练习题 我们来看一下大概会有哪一些地方 首先第一个 当然你可以拆成几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前两行的部分 就是增加产生那个乱数部分 它1到20 所以我们第一个一定要input这个random 因为如果没有input这个random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产生乱数了 以后如果说你要产生不止一个乱数的话 那没关系 你就是看你要产生几个 你就跑几行就可以了 它就帮你跑 如果你要跑的数量很多的话 你就配合回圈 看你要for i 比如你要跑20个 你就for i in range 有没有 然后1到21 那就帮你跑21次 那你就会跑第一次 跑第二次 跑第三次 然后你可以把跑出来的那个变数 看放在哪里 OK 不过我们通常也就不是放一个变数了 通常是放一个所谓的串列 一串的嘛 OK 所以以后如果说你的变数里面的值不止一个的话 那你后面可能要想到 就是所谓的用串列来完成 那串列部分的话 假设你有 假设 各位想多知道的话 其实可以看一下那个 我们考试的话其实就考到第五列 它其实就没有 考试的话 其实在第六类 就是会考你串列 OK 那什么叫串列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 以色尔 以色尔不是 它里面就一串 有没有 清单 就可以让你放东西的地方 就是所谓的串列 其实原理原则是一样的 OK 那我是把它放在第四个单元 要不要跟着讲 第五个单元 第五个单元里面的话 就是所谓的串列 什么叫串列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回去可以自己稍微了解一下 那我们这一题的话 基本上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就一个变数 所以只要放一个RND 那所以回来的话 它一个数字 像刚刚是答案多少 刚刚答案好像是 答案是7 那就7先放在RND里面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什么 让它输入 所以底下的话就是input 所以一样 input 然后刮乎里面的话 就是请在1到2之间 拆一个数字 冒号 那因为一样 它回来的 我输入的是一个文字 所以外面一定加一个int 把它丢给这个g的变数 比如第一个输入10 OK 10放进去了 那再来的话 就是要让它不断判断 所以底下的话 让它不断输入 不断判断到 然后对为止的话 那其实它的程式就是最基本的 一直跑 跑到对为止的话 那就是fire email fire email 意思就是说 我有点像踩油门 油门踩住了 让它一直冲 那当什么时间停下来呢 所以特别注意 我是当它 这个else的时候 就break 所以这个叫油门 这个叫刹车 所以特别注意 fire email 就油门 break 就刹车 那我接下来呢 必须要在程式里面做逻辑判断 所以底下的部分 大家应该看得懂 就是如果呢 几种情况 g g就是我猜的那个数字 小于RND的话 有没有 那跟他提示说 你猜的怎么样 太高了 那就低一点吧 有没有 OK 所以底下print 跟这样 小于嘛 跟这样 这个是 如果g小于 猜的 那就跟他讲 太低了 你要高一点 你猜的太低了 因为你小于他 OK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再做一个input 再重新输入 那反之的话呢 就是他大于 那就太高了 低一点 再输入一次 反之 最后的话else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逻辑判断 总共就是三层嘛 三重 就前面讲过了 不是第一个太高 第二个太低 反之就答对了 OK 所以其实也不复杂 这前面都有写过嘛 外面只是多一个 画一帽号而已啦 OK 有没有 所以其实没有想象中复杂 那只是说这边 程式还可以在精简 你会发现 这边有一个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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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之前有同学 就写成这样 你想说你不是有同 都要 都一样的东西 其实你写一行就好了嘛 你干嘛写三行 应该放哪里比较OK呢 其实特别注意哦 理论上你应该是放在 画一帽号这里 然后呢 把这个 把它搬下来 有没有 画一帽号先让它输入 输入完之后判断 那这一行就不用了 有没有 这一行也不用了 又少两行 有没有 OK 而且结构更精简 也看得出来嘛 前两行是先输入 输入之后呢 就开始拆 开始拆就是 画一帽号 那你就输入吧 输入完之后呢 我再做逻辑判断 那如果逻辑判断 其中有一个是对的 那就break OK 所以这个也可以拿到当范本 以后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别的东西哦 很多东西都有点类似的 像 模拟什么 模拟开那个什么 大乐透开奖 有没有 大乐透可能要七个 可能要七个 七个号码 那就变一到四十九 所以你这个回去想想看哦 假如我需要一个什么 模拟大乐透开奖程式 有没有 规则就是需要七个号码 有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那号码的话就一到四十九 这个应该各位都有签过吧 这个在热豪十几亿的那一步是吗 十几亿那是威力财 威力财的规则好像又不一样 OK 可能要看一下那个台彩官网 因为我只知道大乐透了 因为我上课有教了 但我不是我自己去签 因为我是教这个我才知道 不然的话 我也没有买过了 我不太买这种东西了 可以看得懂吧 城市应该没有太特别的地方 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拆开来看 十一行里面的话前两行 这是输入 画一帽号是 让它不断跑 输入之后的话 这几行这个地方中间这一块 是做什么 做逻辑判断 如果对的话就break 大概可以拆成这样 应该就还蛮简洁的 再回去试试看 我已经精简 我来试一下 精简完结我可以执行一下 然后呢 底下的话就是 请输入一个 等一下输入10 太低了 太低了 太高了 所以这变成11到20之间 那就是15 马上猜对了 有没有 15就猜对了 两次就猜对了 可是呢顺便问一下各位哦 现在的话是一直拆 拆到对为止 所以它会一直乱拆 那假如说我希望哦 只能拆三次 如果三次拆不对的话 那就不能拆了 那程式该如何改写 对 for也是一个方法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 在里面加一个变数 拆过一遍之后加1 拆过一遍加1 对 然后如果说呢 拆过 如果那个值 假如是什么 大于 应该 它如果要进去的话 应该是小于3 如果它是等于3的情况下 那这个就要离开 那怎么写 要不就是把这边改成for回圈 要不就是加一个变数 去得以加它 这要怎么改 这个不要每次都老师写 老师写应该写得出来 就是说 你也可以想想看 我待会会讲一下 就是说 如果用for回圈怎么改 OK for回圈改 诶 for回圈怎么改 我们刚刚在今天上课 说是把for回圈改坏回圈 现在刚好颠倒乱 把坏回圈改成for回圈 让它做出什么 只能够拆三次 三次到了 不能拆了 你超过了不行了 OK 不然你乱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这个例子 这个程式的话 一样是在那个第几页 第三个单元的 这个是没有精简 这个是有精简吗 这个对 精简版在这里 应该在这里 精简版在这里 在第十九页的地方 把这个放大一下 其实就是这个版本 OK 其实程式真的不多 试一下 OK 画面画给各位一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